是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当耶稣说一切都成就了 从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又从死里 是从堕落的世界里面 成为把这个堕落的世界救赎出来 所以整个四大福音书都包含这个含义 就是耶稣基督死了又复活 从而把堕落的世界拯救出来 所以这四大福音书都一定要包含这个核心 就是福音的内核 那我们要看如何成就呢 他就要来介绍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 他来预备的这个救恩 路加宾记载了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 所做的所有的事 但是稍有不同 是怎么呢 尽管他记载了耶稣作为一个人所行的事 但是呢 也同时表现出来 他是一个人 但他这个人必定是从神而来的一个人 作为人 耶稣经历了 就是我们人所经历的事情 所以耶稣自己也受了洗 然后呢 耶稣独自一人 受圣灵的这个带领呢 就来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所以在谎言呢 耶稣独自一人 面对撒旦的诱惑 而且他回应撒旦的时候 都是用神经上的话 有一件事大家要非常小心看待 耶稣在旷野兽诱惑的时候 他回答撒旦的时候 不是用自己的话 而是用神记载在圣经上面的 一字一句的话来回答 作为一个人 我们人可以依靠的是神口里的话 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 是用神的话回撒旦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 我们也是用神在圣经里的话回答他 路加福音显然是 这个介绍的福音呢 是面向全人类的 其实在玻璃圈教外的旷野 当天使给牧羊人传福音的时候 就是这么说的 天使对牧羊人说 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天下万民的 然后路加福音也记载了 耶稣在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面的时候 耶稣怎么讲呢 耶稣跟他们讲解 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预言 耶稣在那里面 他其中讲到一个 比方说他说 在那个时候 在先知以利沙的时代 当时犹太人当中 有许多长大麻风的 但是其中只有 叙利亚的乃曼 最后得了一职 这个乃曼得洁净的 这个乃曼是叙利亚的将军 他是一个叙利亚的外邦人 然后他说 在先知以利亚的年代 犹太人有很多的寡妇 但是以利亚没有去 犹太人的寡妇那里 他去了西顿的一个寡妇那里 然后纳莎勒的会堂里的人 听到耶稣讲这个话 他们就弃义愤填音 他们明白耶稣在说什么 他们就非常生气 他们不但非常生气 而且是怒气满胸 他们就说 这不是约瑟那儿子吗 所以耶稣就用旧约里面的预言说 他说什么 就是自己的百姓将要拒绝他 耶稣说 这个先知在自己家乡不受欢迎 为什么呢 不被解纳 是因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的传的福音里面 是包括了外邦人 不仅仅是犹太人 他们就很生气 犹太人明白耶稣的这个意图是什么 因为耶稣的福音是在讲说 神看顾的是全人类 不仅仅是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的历史 从第一天开始 神就告诉他们 你们要跟世界分开 你们要成为独居的名 你们不要跟外邦人通婚 你这个犹太的男子 不能娶外邦的女子为妻 经上也说 你们不要嫁你们的女儿 所以犹太人被神业化吩咐 他们成为独居的名 不能跟外邦人犹太人 而且也严令禁止外邦人 到圣殿上去献祭 这个逾越节的宴 所以犹太人就不允许外邦人来参加 所以犹太人对外邦人说 我们有逾越节 这个要过 这是跟你们没有关系 你不能来守这个逾越节 但是耶稣就跟他们说 耶稣说 这不对 你们看看圣经怎么说 他就问他们 为什么叙利亚 犹太当中那么多人生大麻疯呢 偏偏叙利亚的外邦人的乃曼 他得结晶 那为什么 这个先知以利亚 为了躲避这个亚哈王的时候 他不逃到犹太人的寡人 难道犹太人没有寡人吗 犹太人太多寡人了 但是他跑到西顿的外邦人的那一个话 从家里去躲 去躲